1月14日 张颖颖在直播间泪流满面 看起来状态非常不好 亦是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当天 张颖颖在家穿着睡袍直播 身边并未见到汪小飞的身影 她一边哭着一边说 凭什么 凭什么要我来承受这些东西 看得出来 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差 似乎是和汪小飞的感情并不顺遂 汪小飞妈妈张岚现身评论区 她似乎对张颖颖的哭诉非常气愤 评论道 就凭你是个新机女 评论区一时掀起轩然大波 看来张颖颖和张岚相处的并不愉快 张岚的粉丝也纷纷在评论区中 留言支持张岚 不愧是战狼 看来张岚也是个性格直爽的人 直接开对张颖颖 而让张颖颖如此崩溃的原因 在于汪小飞搭讪张岚心 助播文文 当汪小飞和文文连线的时候 眼神一直盯着文文 眼睛都要看直了 还不断询问对方的信息 在得知文文也是单亲妈妈时 汪小飞十分开心 笑容都快藏不住了 看来文文十分和汪小飞的演员 细细看来 文文没眼间酷似汪小飞前女友张颖起 也难怪汪小飞见到文文如此激动 文文向前女友非常吸引力汪小飞的注意 在和文文连线时 她也多次开怀大笑 似乎很是满意 甚至有网友调侃汪小飞和文文称 文文比现任女友张颖颖好看多了 有不少人认同了她的观点 有网友留言说 估计分手是对的 文文确实很美 有张颖起的影子 张颖起还好看 分手好 文文好看 看来不少网友 还是希望汪小飞和张颖颖分手的 据悉 汪小飞已经很久没有和张颖颖同况出现过了 甚至在张颖颖生日那天 汪小飞也没有送祝福 本该热恋的情侣却好像陌生人一般 而且张颖颖滑雪也没有带汪小飞一起 这两人的感情状况不免让人怀疑 随后 张颖颖在社交平台上晒出新动态 并且配上了一段伤感文案 她写道 爱情没了可以再遇 人生本就该一无所有 屏蔽所有不相关的信息 沉浸下来 爱自己做自己 似乎证实了分手传言 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自从汪小飞和张颖颖恋爱以后 张颖一直反对 这次 汪小飞搭讪张颖的主播 似乎默默选择和张颖站在一边 已经向张颖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对此你怎么看呢